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医生 那个 昨天小事手术的事 我情绪有点过了 想跟你道个歉 我接受了 谢谢你为小事做的一切 给 我还对你说出话了 对不起啊 你刚对人有好感就被人骂 心里肯定挺难受的啊 我对人有好感 我对谁有好感 我 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我有在观察你 你是那种对感情很容易 很认真的人吧 所以我觉得我的话应该说在前面 我们两个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做法就会不同 就好比昨天的事吧 我们都是为小事好 但做法不一样 所以我们两个吵起来了 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了解彼此 我是建议 我要跟你说你 稍微控制一下你自己 不要投入得太快 有的时候 我连我自己都抓不住我自己 你 我听明白了 嗯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觉得我 对你有好感 昨天我约雨倩去兜风的时候 你不是吃醋了吗 吃醋 对啊 你还把那后照给你掰断了 嗯 嗯 嗯 不用啊 李医生 我要郑重其事地跟你说 第一 我讨厌摩托车 第二 我不选择东风 至于你叫谁去跟你东风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讨厌摩托车 你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唯一可以告诉你就是 我对你一点好感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不相信 好 拿下这个钱 去买下所有的清凉油 然后擦干你全身 一定要厚涂 你就一定会清醒的 不用心 再见 谢谢